我們一直在想說 柯本是什麼樣的人 今天終於現行 因為我們都知道柯本 大家就是說在鍵盤後面 打電腦的 或者網路上非常的強悍 就是這些二十歲 那為什麼大家談到一個問題 說好像女生很少 但是有人說是一比九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九個男生 但是因為有人說 躲在樹上 我們也沒看到照片 也沒聽說 對啊 還有推滑車 表示那是家庭型的 可是整個的場面看起來 有人說是不是女生怕曬黑 可是我想現在這個 防曬的裝備很多 應該還是會有比 因為我們看到 2014年太陽花學營 我看男生女生 因為我到現場去了 男生女生幾乎是一半 你看現在的賴品瑜 當初都是學生 什麼都是男生 那所以有人說是因為 太陽太大 女生不出席 我覺得這不是理由 很大的理由 我認為應該是 這些支持柯文哲的人 他們跟柯文哲 有某種同樣的特質 就是柯文哲過去 我們知道他對女生講話 有時候不太禮貌 所以有人有歧視 所以女生對他的支持本來就低 我們從民調來看也是如此 柯文哲大概是男性最多 那另外就是說 有人說柯文哲就是直男 什麼叫直男 就是講話很直接 怕得罪人 然後對女生 有時候就是不可以 去同理心去體諒女生 就是說都講理性 不要講膽性 那我看像這次 去來凱道上的男生 會不會也是直男類的 就是可能女朋友不跟他去 太宣布不讓女朋友 就自己來了 所以都變成是有一點 同溫層的效應 那個同溫層效應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很麻煩 就柯文哲有一半的票 是拿不到的 所以我們臺灣現在 有的女生的人口 是比男生還多 而且這個比例是越差越大 那你柯文哲如果你要選擇 你不可能一半的女生票 你不要啊 你不能我就只要直男的票 我不要直女的票 不行 我覺得是柯文哲 一個很大的麻煩點 第二點就是說 昨天的演講 其實本來是 據說安排柯文哲 是三點二十一的演講 後來拖多拖到四點 二十三 為什麼 有人說 因為柯文哲覺得 是一個很大的麻煩點 那個人不夠多 拖 後來而且他人 那個是他貓講的 他說 因為這個侯友宜 是在柯文哲前面講 說侯友宜講完之後 很多人就離開了 那有人就說 因為他們就謠傳 說柯文哲不會上台 就有謠言就走掉 所以很多人就說 那是不是柯文哲不夠堅硬 不夠不動堂 我不能撐到底 一定要撐到柯文哲出來 就敗途就走掉了 他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這次柯文哲如果是這樣 他如果投票的話 變成說他的支持者 可能是叫好不叫做 他們的確是支持你 可是他們會真的 為了你去投票 我本來在我家家住高雄 我在台北念書 我為了你坐高鐵回去 然後還要去找身份證 還要去刻印章 然後去投這個票 是不是變成他的票 是看得到吃不到 就變成說柯文哲 他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 支持賴清德的人 大概是年紀比較大 他們是刮風下雨下高溫 他們都去投 那你柯文哲的票變成說 他們可能隔天投票那天 可能要去看電影 可能跟女朋友幹嘛去打工 他就不投了 所以這是他一個危機 第二個危機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郭台銘出來 年輕人是沒有虛聲的 而且還給他掌聲 還叫他什麼 叫他乾爹 叫爸爸 他接受票數 郭台銘跟柯文哲 票數重疊 就我覺得這是柯文哲 很多民調裡面也看的出來 如果郭真的出來選 就四卡都的那種狀況 柯的民調是 在很多裡頭看的出來 線大概就會掉個五到七 為何 對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讓大家看到了 柯文哲他的危機所在 那我覺得郭台銘這次 他已經很高興嘛 你看你也謝謝那個挺我啊 對不對 他講話大家也 而且范老師你有沒有覺得 郭台銘從他的治理行間推敲 他感覺上就是告訴你 我要選的感覺啊 對 他講的他講的那幾個詞 你覺得對啊 你不選的人是不會講這些東西啊 他是沒差說 我現在開始登記那個 搭乘我的私人飛機 他已經說八月三要開放 然後大家去金門嘛 他如果當場說 現在誰舉手 我立刻給你這個機會 我相信熱潮一定是更熱啦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人得力就是王冉玉 王冉玉在上面他罵柯文哲 當然下面的柯粉是 或者民眾年輕人是反彈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王冉玉因為這樣 反而可以拉到一些民進黨的票 所以本來大家認為時代力量 在下一次明年的立法委員選舉 應該可能是零席 大家可能沒有不分區 但是王冉玉這樣可能 會讓時代力量有死回生 有可能就會有個一席或兩席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裡面 當然有人得分有人失分 當然最大的失分就是侯友宜啦 真沒有想到年輕人 你說不喜歡你就好了 那是討厭 那是厭惡耶 可以倒贊耶 我覺得侯友宜真的是沒有年輕票 而且他前一天還講錯話 還講一個叫做熱飯冷草 你要說你那個大巡館103間 熱飯冷草 我從來沒聽過熱飯 我只聽過冷飯熱草 你去顧問那個中破山 你熱飯給我冷草看看 可不可以炒得出來 口誤啦 口誤 我覺得他連這個殘餘都講錯 真的讓大家覺得非常多 不過方老師剛剛講 這你要不要檢查回應一下 所以對柯來講那個危機就是包括 台灣 台灣女性撐起半邊天啊 如果照方老師講 柯P沒有這方面的票員 我老實說我每次跟柯P 不管是在北部中部南部跑活動的時候 其實他女性支持者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經常讓他跟很多的民眾來拍照 大部分都是女生 非常多女生來跟他合影 所以昨天的那個狀況 我也跟大家說了 在大太陽底下還有這個角度的問題 可能很多地方拍攝到的是男生 但其實到現場女生不少 還有推娃娃車來的 那另外還要破出四叉毛的造謠 從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柯P呢 他要致辭的時間大概就是在館長的前一個 所以他原本就是安排在下午的四點之後來致辭 所以完全沒有說什麼刻意要安排啊 跟這個合影錯開 或者一定要比他往前 但是的確有人在事前製造的一些謠言 就說柯文哲不來了 然後我不曉得這會不會導致有些人離開 但是呢這個行程還有就是我們就安排 非常尊重主辦單位的安排 主辦單位原本告訴我們就是下午四點之後 柯文哲可能就會上台 OK 來 回追 嗯 對 因為我剛聽到說什麼女生因為怕塞黑 我心裡想說什麼東西啊 我過去在媒體工作做十幾年 我從來沒有因為怕黑 怕曬黑過不去任何現場 所以我剛有點愣住 我想說而且是從一個女性發言人講到這種話的時候 我有點不知道要怎麼去講這件事情 不是我說吧 我說他們在樹蔭底下 然後有很多人 我想再怎麼樣多的女性躲在樹蔭底下 也不可能讓媒體派到是9比1的比例 而且這個不是台灣媒體講的 這還是國外媒體 他們認為到這是一個非常失衡的現象 他不理解裡面的原因是為什麼 那我想身為台灣絕大多數的 政治工作或者是一般的 常在看電視女性 我們都知道問題在什麼 因為問題就出在柯文哲一天到晚講說 陳以珍年輕又漂亮 坐櫃台差不多 陳菊是比較肥的韓國瑜 有特別聘請漂亮的女性發言人 我們現在看到的確實是有落實這一點 然後呢還有在講到什麼 還有講到說什麼女生如果少了立憲體的話呢 什麼貢獻度會更低是不是 還是重要性會更低 這每一句話如果你是女性聽到的話 你的火都發起來了你知道嗎 就覺得你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你才會到這個時間 而且一個政治人物 還對公開媒體講出這樣的話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應該是絕大多數 為什麼現場女性不願意 絕對不是因為怕曬黑怕熱這些問題 當時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有多少女性在現場 甚至還守在完全沒有冷氣的立法院裡面 那時候我這熱到真的是真的是快昏倒了 裡面有多少年輕女性在那裡 人家也不會因為熱就不去啊 我說現場我看到很多女性 然後另外呢 在這個樹蔭底下圓環的這個部分 也有很多人 而且那些人根本就沒有被拍到 因為在這個圓環的附近 有一些人被拍到有些人沒有被拍到 那我覺得很多都是取角度的問題 你如果連外國媒體 尤其是外國的 如果是外國媒體拍了照片 你都要講他刻意去取一個 都是男生的角度 然後做這一則新聞 如果你自己曾經是媒體工作者 我覺得有那個發言是非常的 那科半可以把一些女生的照片 給我們大家看嘛 你就可以公布啊 你有拍到嘛 那我是覺得會讓慧珍 你要翻會翻桌啦 會翻桌啦 因為有些人在幫 當作員的這個活動說 為什麼女生那麼少 因為女生不用買房子 買房子都是男生的責任 我又火了 對不對 我就覺得 你去看那個 房子現在那個銷售中心 去買房子很多是女生 我跟你說 在台北市 事實上是女生游泳房子比例比男生高 那一定會有男生說 因為都買太太的 但是我身邊有很多 像我這樣的未婚大臨女性 我都靠自己好不好 就是買房子 像高嘉瑜也是啊 對不對 有靠任何人嗎 只是房間比較亂一點而已 枕頭要換啦 枕頭要換啦 對 所以你就 你還敢講的 自己挖洞窖 所以就是說 不要 而且我跟你講 好像還有 還有柯粉在那邊想說 因為女生都要在家裡 顧家長啊 顧爸爸媽媽啊 顧小孩啊 你為什麼不能在家裡 顧換你老婆出來咧 所以我覺得 他們的總總言論 都是非常的那種 慧珍剛講的 就會講到這麼一分田那一段 慧珍剛講的重點應該是這樣說 他覺得是因為柯P從政長期來 有一些的發言 會對女性的不尊重 或是物化 或是什麼什麼這些 所以導致女性朋友對他 可能就不支持 或是甚至有一些 會會抵制啊 或什麼這樣的感覺 柯P會陷入像這樣的問題嗎 我覺得現在就是故意要導引成 這種性別意識跟歧視的問題 好像故意 所以你剛剛講 柯P講那些話 你完全沒有認為有性別歧視的問題嗎 陳菊子是比較肥的韓國瑜 陳怡貞年輕又漂亮 坐櫃台差不多 你覺得這些都沒問題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的過去 必須要別檢視 他如果有不當的發言 他也都道歉了 但是不需要一直去 好像這個挖祖坟一樣 把他過去每一句話拿出來數落 即便是他都已經承認 他過去有些不當的發言 但是他不斷的承認錯誤 又不斷的犯同樣的錯誤啊 但是他絕對不會是一個歧視女性 或所謂的被塑造成一個厭女形象的人 我也必須要很持平的說 我跟他去過非常多的場合 有很多的女性 還是對他非常的支持的 所以不要糾結在這個性別 而是糾結在這個議題上頭 到底有多少人支持 那我年輕人都非常支持這個議題 那為什麼民進黨不敢正視這個議題 不要說別的啦 我們就來用這個好了 你看其實我覺得整天 昨天那個可以講簡單三句話 失敗的社會運動 不及格的造勢活動 成功的一個女性黨主席 全台秀 時代力量黨主席 有時候辦一些活動 我們還不一定會看到 因為並不一定是小黨嘛 不會獲到全國的一個矚目的焦點 結果王婉宇我覺得他真的是非常帶重 他在那個場上藍綠白懂吧 而且其實說一句實在話 從頭到尾這些政治人物裡面 最扣住那個宗旨的應該就是王婉宇 他講到等到民運沸騰才要選舉 民進黨才想起來 非常不要臉的說我也要改革 這句話其實講的也很重啊 這句話講的時候才叫歡呼啊 再來一個無能的罪大在野黨 更是令人悲哀 作為罪大在野黨 國民黨從來不把矩陣正義當一回事 然後呢 後一三個禮拜前在台大演講說 要支持屯房稅呢 結果後來現在感覺到屯房稅不見了 哇下面也是那個歡聲雷動啊 結果講到請問柯文哲 你是不是雍正王朝看太多 以為自己是宮廷你的皇帝 白色跟黑色距離 並沒有比綠色藍色遠到哪裡去 其實他講的哪一句不對 沒有不對啊 他也講到是中東傑 你這個他其實講的東西是 都可受公平 那在下面現場就已經有人說 小綠下去了 然後什麼什麼的 當他在罵賴清德的時候 你怎麼不說他是小綠 當他罵你的柯文哲的時候 馬上就貼人家標籤是小綠 而且貼標籤是小綠就算了 我覺得最過分的是 就是開始去攻擊人家的 當時那件 對大家最不願意提及的那件事 我覺得真的是有點太沒有人性了 所以我都覺得就是說為什麼 就是女性的選民或支持的 不願意在這樣的場合出現 某一種程度上也是用腳投票 我們是用的行動或用腳投票 而不是怕黑 不是怕黑 怕曬黑 或者是說其他的 我覺得用這樣的方式來去解讀 都是對女性的一種傷害 然後最後回到譬如我自己本身也被霸凌過 尤其在小五哥的節目面對面那一次 你有看過一個女性評論員問問題而已 就那一次一萬多的留言 大概有八千多在罵我 是我也要會知道選總統嗎 你都覺得不可思議 即使是 你說柯P專訪那一次 對那一次 一萬多的留言 有八千多在罵我 我都心裡想說 小五哥你要不要問我 應該要職災補答 對啊 真的很多的通告費太少 後來第二次 我又在那個友台又在錄個節目的時候 我又被 我又被霸凌 我就給阿凱你知道嗎 我就開始決定就告律師了 所以你看我上兩個通告費 根本不夠請律師 但是還是要請律師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 而且已經會覺得 好像來用這種方式來 狙擊你這樣的女性 覺得很好玩 或什麼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 我們政治人 我們不管是評論員 或政治人物 我們講任何 譬如說我今天詆毀小五哥 你是有權利的人 你可以告我啊 我今天如果詆毀柯P 他是有權利的人 他可以告我啊 那當然他有很多的支持者義憤填膺 然後要幫他出聲 這些我覺得也都可以 只是說很容易聚集在人身攻擊 而不是針對一件事情來進行相關的評論 這才是真正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支持著柯P的人或是柯P本人 會有業女的文化情況 OK 針對你剛剛前面提到的 我代表節目跟你說謝謝 謝謝好不好 再次感謝姚佩珍 OK